如今陆剧几乎是九五后新生代的天下 像是在暴雪十分无垒 大凤打耕人王贺迪 长阅曲丁宇熙 还有徐凯 王一博 宋威龙等人全是九五后 他们虽然年纪轻 但好几位都已有代表作 演技也不错 最近陆王也评选最剧演技天赋九五后陆剧男星Top10 王一博 宋威龙无援前十 陈兴旭第八 王贺迪第六 吴蕾不是冠军 网评最剧演技天赋九五后陆剧男星Top10 郭麒麟 第十名是郭麒麟 2021年初他凭着古装剧坠续引爆话题 他在陆剧圈里算是一类 长相和帅完全占卜上边 一般这样的外形会在影视剧里被定义为丑角 没想到郭麒麟竟能接到大男主剧 还演得很好 郭麒麟出身相声世家 如今凭着庆余年坠续两部爆火的古装剧 成功从相声演员转型为影视剧演员 郭麒麟不止拍电视剧还拍电影 并且庆余年二 坠续二他都回归演出 真的是实力不容小区的新生代演员 网评最剧演技天赋九五后陆剧男星Top9 曾顺兮 曾顺兮的人气 知名度不属于九十五生里的最前段班 但他古装扮相好看 演技不错 主演的剧集品质也都蛮好的 之前曾顺兮先后凭借终极笔记 加南传 说英雄谁是英雄累积人气 虽没大火 但演技一直是被肯定的 让曾顺兮被注意到的关键是2020年的终极笔记 这是盗墓笔记小说系列IP 开播时大家都觉得曾顺兮不可能演得好 没想到追过剧都打脸了 曾顺兮是演的无邪大获好评 而曾顺兮主演的甜宠剧 《我可能遇到了救星》 更在豆瓣创下8.0高分 网友称赞曾顺兮演技蛮自然 是九五后男星里少数外星与实力 都获得高评价的一位 网评最剧演技天赋九五后陆剧男星Top8 陈兴旭 陈兴旭是公认九五后拥有演技的新生代 一部东宫让大家都看见了陈兴旭的演技实力 不过东宫之后 陈兴旭陆续播了最好的时代 号手就为等剧 但火花不大 一见清新海因为质感的关系被抨击 而去年陈兴旭主演的星沃宁成堂 也被说先下半相不适合 连哭戏都被吐槽五官乱飞 今年的我们的翻译官搭档送CVP感也不够 导致口碑有点稍稍下滑 很多人看陈兴旭都带着东宫滤镜 毕竟他能把李承寅这位渣男男主演成经典确实厉害 他的眼神系很有细节 确实有天赋 陈兴旭只要合作到好的团队就能正常发挥 不过好团队 好剧本可遇不可求呀 网评最剧演技天赋九五后陆剧男星Top7 徐凯 徐凯的人气 认知度在九五后小声中 都属于最前段班 徐凯是于正旗下的演员 和白鹿一样自出道以来就被于正捧在手心上 他灿火的速度也非常快 第二部剧《严洗攻略》就大爆火 视线像极大爆剧 虽然徐凯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 但却被网友认为演技很不错 能搞笑 能甜萌 能高冷 能霸道 任何角色形象都能驾驭 不过徐凯近几年的戏品质不一 爆红后疯狂接戏 光是2022年就播了上时 迷航昆仑虚和爱的二八定律 但豆瓣通通没有破六分 尽管如此 还是不影响徐凯的好资源 他之后的乐游园 齐金昭 雪英领主 你比星光美丽也都顺利开播 合作的都是景田 于舒心 鼓励那扎 谭松韵这些人气明星 资源真的逆天 网评最剧演技天赋 95后路剧男星top6 王赫蒂 之前大家一流星花园 玉龙 而对王赫蒂的演技有了糟糕的印象 却没想到他在苍蓝角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 一举洗刷复评 王赫蒂在苍蓝角的演技很自然 眼霸道不会油腻 还带了点猛感 眼神戏也有进步 看得出王赫蒂下了苦工 而在苍蓝角以后 王赫蒂主演的《浮屠猿》 今日一家游和战火中的青春三部剧接连顺势播出 原本大家都担心王赫蒂会不会只有在苍蓝角演技好 没想到这三部里的演技也蛮自然 虽然王赫蒂也许不是最有天分的 距离实力派也还有距离 但王赫蒂确实愿意卫系下苦工 不少网友也都看好他之后的发展 网评最具演技天赋 《九五后》录剧男星Top5 白宇帆 白宇帆这位演员大家可能不太认识 他的流量很低 不过演技确实不错 2021年白宇帆和周宇童合作 我在他乡挺好的 收获高人气 他也是《九五后》里少数能演偶像剧 也能演正剧的演员 除了参演开端 《左肩有你》这些热门剧之外 他也出现在《山海情》 《我们这十年》等正剧 虽然目前白宇帆的角色大多是配角 但他参演的每一部几乎都是口碑好作 许多人也逐渐注意到 这位演技不错的新生代 在最新与赵金脉搭档的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除了作品改编自同化的小说 也就是步步惊心的原著作者 两位年轻演员演技都让人放心 戏剧评价也还不错 网评最具演技天赋《九五后》录剧男星 Top4刘浩然 1997年出生的刘浩然 有国民弟弟的称号 与其他《九五后》小声不同 他主要以电影为主 唐人接探案系列让刘浩然闯出名号 三部的票房都相当亮眼 刘浩然和吴磊 张新成等人都被视作视形象清新 演技又好的实力派 网友普遍都称赞刘浩然的演技自然 他接演的电视剧作品不多 但口碑基本都很不错 校园剧最好的我们把校园男神演的 相当阳光讨喜 首部古装剧狼牙榜之风 吴长林演技细腻内敛 与黄小明 佟丽娅等前辈对戏 完全不被比下去 她的演技备受肯定 而且质量稳 确实有天赋 网评最剧演技天赋 《九五后》录剧男星Top3丁雨昕 丁雨昕2020年以传闻中的 陈千千和赵路斯双双爆火 但后续的资源与发展 丁雨昕明显不如赵路斯 很多人都觉得丁雨昕资源太虐了 陈千千后 丁雨昕播的《月光变奏曲》 《春归梦》里人虽然有话题 但都没有达到爆火的程度 不过丁雨昕似乎也不急着走流量路线 她的角色塑造功力强 演技到位 天赋不错 又肯下功夫磨演技 不少网友都觉得她能靠演技站稳脚步 丁雨昕今年与邓恩西搭档主演的长乐曲 两人不仅CP火花满满 角色完成度也非常高 虽然没有在串流量高的平台播出 但讨论度依旧不减 网评最剧演技天赋《九五后》录剧男星Top2 吴磊基本上只要有演技相关的榜单 吴磊几乎都会打进前三名 吴磊确实演技不错 长歌行星汉灿烂让吴磊奠定人气 他将这两个角色演的霸道柔情 爱情剧爱情而已 在豆瓣也开出8.2的高分 吴磊把年夏运动员演的阳光又帅气 和耳蒙满满超迷人 网友称赞吴磊角色塑造功力很好 眼神细强 而且无论何种类型的角色 吴磊都能演活 霸道不油腻 阳光又撩人 温文有礼的同时还带有超强性张力 可塑性超强 吴磊被公认是九五后男星中的top 有代表作 有国民度 有人气 外形加演技好 只要不走歪路 不闹丑闻 感觉吴磊有成为老戏骨的潜力 网评最具演技天赋 九五后陆剧男星top1 张新成 张新成是颜值高 演技好 路人员相当棒的男明星 张新成的代表作很多 校园剧你好 就是光让张新成窜红 后续大宋少年制 变成你的那一天 以家人之名 光 渊等等 通通都是有效播剧 虽然剧一部接着一部拍 但他每一部剧都能保持高质量 台词功底好 不盲目追求流量 系路广 而且不断突破 张新成也确实很有天赋 他有个称号是考神 原因是他当年参加全国一考 取得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 创作专业第一名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专业第一名 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表演专业第一名 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专业男生第一名 南京艺术学院表演专业第一名 一次录取多所学校 而且都是最顶尖的一校 还都是第一名 这也侧面证明了张新成确实有天赋 又肯努力 真的是新生代中的一股清流 中央战争剧学院表演专业